台風天甲吹襲本澳期間 本澳低瓦地區出現大面積水浸 並發生停電事故 對中小企業及商戶造成嚴重影響 損失慘重 都是浸浸的東西 都浸到條腰那麼高 所以貨號都沒有了 還有裡面的東西 電腦都浸都沒有了 現在那場台風 令到我們店鋪和街坊都蒙受到很大的損失 非常之嚴重 經濟局表示 為協助中小企業盡快渡過困境 恢復正常運作 特區政府透過工商業發展基金 推出受天價風災影響的中小企業特別援助計劃 向經營者提供一筆上限為60萬元 最長還息期8年的免息援助款項 以及受天價風災影響 中小企業災後輔助金措施 提供一筆上限為3萬元的災後輔助金 以舒緩受災商戶的財政及經營情況 現在政府有計劃要補助我們選擇 來填到的表 希望可以幫助一下 不要選擇那麼大 政府的機構可以幫我們市民運作一下 任何受天價風災影響的中小企業 市販、自僱人士、營業車輛等 都可以由即日起向經濟局提出申請 申請者只需要填寫簡單申請表格 及提交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即可辦理 受影響商戶可以到以下地點提交申請 經濟局將會盡快處理及批出有關申請 以減少中小商戶的經營壓力